18号 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唱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 两岸音乐人齐聚一堂 共同倡议青春 畅想未来 在音乐微电影《那一年我们相遇》中 观众搭乘时光列车 聆听一段段镌刻在时光里的两岸音乐和故事 由此拉开了本次论坛的序幕 论坛分初见 交流 融合三个主题篇章 两岸音乐人从流行音乐角度 梳理两岸同胞情感交流历程 线上线下以歌会友 共同倡议青春 畅想未来 通过我们两岸音乐人的共同努力 在这二十几年来 你看现在不但有线上线下 还有一些网络 包括我们今天的论坛 有很多机会能让我们两岸的音乐作品 两岸的歌手 音乐人 同时把自己好的作品推广出去 论坛上由全国台联 携手厦门广播电视集团等 共同打造的未来音乐人 繁星计划同步启动 旨在为台湾青年音乐人来大陆发展 提供优质的创作环境 丰富的平台资源 专业的版权运营和精准的宣推渠道 建立两岸音乐人和音乐作品 落地转化新机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